在现场的飞光吹的摇摇摆摆 出现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 形成红单 火候前走上了微信的大地震的正中央 在市军西才发誓 遭遇了国际炮大袭击 欢迎收看记者再报告 我是王悠悠 美国佛州海滨小城瑟福塞德 一栋公寓楼突然局部坍塌 事故发生后 从搜救到事故原因调查 都极为缓慢 我带着很多困惑和疑惑 来到事故现场 希望能找到一些答案 美国福罗里达州瑟福塞德 一栋12层高的公寓楼 于当地时间6月24号凌晨1点半左右 突然局部坍塌 整个过程仅十几秒 有人在那吗 你好 谁在那吗 我的天啊 什么事 我的天啊 整个地方都没有回来 公寓楼共136户 其中55户被毁 根据记录 这栋楼建于1981年 管理员表示基本住满 好像911 像一个砲撞或什么 它就完全拆掉了 里面有盘子的泡 事故发生后 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队 80多个单位抵达现场 搜救幸存者 搜救人员从未坍塌楼体中 救出35名被困住户 从瓦码中救出两人 在现场救治了10人 其中两人被送往医院 一人不幸去世 搜救工作进行了大概半天 市长便向媒体表示 建于公寓楼坍塌的方式和程度 很难找到现存者 佛州公寓楼坍塌事件在美国国内的关注度非常高 很多全国性媒体以及地方媒体 从事故发生当天 便一直驻扎在现场周围 事故发生后 多家美国媒体分析认为 这起事故可能会成为 美国史上最严重的建筑倒塌事故 这样等级的事故 仅靠当地的救援力量显然不够 急需州和联邦政府的支援 虽然美国总统拜登在事故当天就表示 联邦政府已准备好 立即提供所需援助 但由于美国应急救援的官僚体系 遵循属地为主原则 所以无论事件的规模多大 设计范围多广 应急响应的指挥 都必须由事发地的地方政府来承担 上一级政府和联邦的作用是援助和协调 不负责指挥 这导致重大事故发生后 必须要先完成非常耗时的官僚步骤才能行动 以避免各级政府出现越权情况 迈阿密戴德县政府光是准备寻求支援所需的各类文件 就花了16个小时走程序 导致州政府的支援深深来迟 事故发生在凌晨一点半左右 而州长德桑蒂斯直到下午5点半左右才发布声明 允许救援队伍赶往事故现场 华盛顿邮报刊文质疑德桑蒂斯为何发个声明 需要花将近一天的时间 州长办公室便称 如果没有等到迈阿密戴德县发布的事故声明 州政府无法独立推进救援工作 然而州级的声明其实是在迈阿密戴德县声明一小时后发布的 而直到三天后 州政府才把管辖的八个精英救援小组 派遣到事故现场参与救援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虽然很快做好了救援准备 但一直碍于未得到州长的批准而无法行动 联邦政府调遣的其他州的支援力量 更是在一州之后才陆续到达 当地政府的官僚做派以及应急准备不足 未能及时和联邦州政府进行有效协调 严重耽误了宝贵的黄金72小时救援时机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一名男子的祖父母在公寓楼坍塌事件中失踪 而在他们失踪不到24小时 这位男子接到了来自祖父母家固定电话的来电 5天之内一共接到10多通电话 但电话另一段并没有声音 电信工程专家表示 这些电话可能是由于电气故障或手机碎片引起的 但也有可能是瓦砾中活着的人正在拨打求救信号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评论称 这次公寓楼坍塌的悲剧 反映了美国现有体制的不足之处 明明每一分钟对拯救生命都如此珍贵 政府却无法跨州市调用资源 这简直就是在杀人 然而建于佛州 尤其是迈阿密戴德县在美国选举中的重要性 对公寓楼坍塌的应对又涉及到了党派政治 前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 得益于迈阿密戴德县的支持拿下了佛州 州长德桑蒂斯又曾在2018年的竞选中 得到了特朗普的大力支持 拜登就事故表态后 德桑蒂斯并未立刻做出公开回应 事故发生一周后 拜登前往事故现场视察 处处和民主党对着干的德桑蒂斯 才无法避免地和拜登罕见同况 然而继总统州长派雄胡保障救援后 为了积累政治资源 佛州两党议员很快也纷纷积极表态 在事故救援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和困境之际 美国的政客却忙着借题发挥攻击对手 拜登奔赴事故现场视察 就遭到优异媒体和共和党人批评作秀 称他的到访只能短暂安抚民众的不满情绪 甚至会耽误原本就进展缓慢的救援速度 而他更需要解决的是 美国应急救援体系长期存在的问题 德桑蒂斯明年将面临连任竞选 佛州当地媒体佛罗里达人指出 民主党州长候选人弗里德 借事故持续抨击德桑蒂斯 试图为自己的竞选谋取优势 有观察人士预测 德桑蒂斯也是2024年总统大选的潜在人选 如果特朗普参选 他将会成为特朗普的党内对手 事故发生后 特朗普在佛州萨拉索塔举办集会 但德桑蒂斯以督查搜救为由没有参加 美国时政杂志《国家评论》报道指出 这起事故是一场灾难 不是一场选举 并非一切事物都和意识形态相关 据统计 约有来自联邦州地方50个机构的 900多名人员参与了搜救 当局称 这是佛州史上规模最大的 非飓风搜救行动 据官方网站信息 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团队 是美国东南部最大 全美第二大消防救援部门 也是全球285家 获得国际消防水准 鉴定协会认证的机构之一 搜救人员从事故现场拖走了超过6000吨的瓦力 但现场仍有大量瓦力堆砌 从搜救现场挖出的废料 会从这条路由卡车运往别处进行处理 事故发生后 以色列和墨西哥也派出救援团队到现场提供支援 但有民众反映 墨西哥救援团队抵达后 一直被美方晾在一边 虽然当局表示国际救援队是整个救援队的一部分 但是救援现场却有标识呼吁 请让墨西哥救援队加入救援行动 出于对剩余楼梯稳定性的担忧 搜救工作一度暂停 迫于热带风暴爱尔沙逼近 当局突然紧急决定 在美国独立日当晚 对剩余楼梯实施爆破 当局在行动前称 爆破是为了人为的控制剩余墙体倒塌的方向 而不是由风暴决定 期望爆破让剩余结构垂直落下 或向原先坍塌墙体的相反方向倒下 但行动前谁也不能做出这样的保证 当局在行动几小时前才宣布了爆破的具体时间 就民众质疑 当局的行动不顾废墟中幸存者的安危 是建立在已没有幸存者的假设上 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 这个整个救援的情况 跟之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由于昨天晚上进行了爆破 那昨天晚上进行爆破的这个地方呢 下面是没有人的 所以今天可以启用一些起重机 等等这些重型的机器进行作业 那在离我们更远的地方 也就是东边靠海的地方呢 是之前倒塌的公寓楼 那由于已经排除了 还有其他强体倒塌的可能性的这个风险呢 那在这个之前倒塌的部分呢 今天救援人员也可以进入进行更好的作业 到一些之前他们担心有比较危险的地方 比如说卧室停车场这些地方 事故发生第九天 救援72小时黄金时间早已过去 当局仅确认22人死亡 仍有126人失踪 当地官员一致称赞搜救人员的工作 称仍对找到幸存者抱有希望 但必须维持所谓缓慢而有条例的行动 完全没有加速救援的计划 有失踪者家属向媒体表示 对搜救进展愤怒且失望 不理解救援为何如此缓慢 面对家属和当地居民的质疑 当局给出的说法是 为了保障安全 并且一再强调搜救工作的复杂性 称行动需要一定时间 而美国在处理此类事物上的行动缓慢 长期被民众诟病甚至习以为常 据曾在2019年负责应对 新奥尔良应食酒店倒塌事故的 前消防队长迈康奈尔介绍 事故后他们花了很多天找幸存者 经历瓦利的过程更是持续了一年多 当时那个酒店是在建设过程中塌的 一共死了三个人 伤了十几个人 最后一个死者的遗体直到将近一年之后才会找到 而因为找遗体花了很长时间 对灵难者家属来说 整个过程极为煎熬 不断地有民众到搜救现场附近想要看看进展 很多人说其实他们也搞不清楚搜救的具体工作 只能寄希望于当局再做正确的决定 自公寓楼摊台以来除了当天被当场救治或送医的伤者外 还没有活着的人从里面被救出来 当局明示暗示找到幸存者的可能性很小 当地民众自发组织了纪念墙 悼念坦塌事故中的罹难者 搜救现场旁的纪念墙上挂满了罹难者的相片 以及前来悼念他们的人们献上的鲜花 坦塌公寓楼所在地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区 有很多犹太裔居民以及来自南美的移民 巴拉圭第一夫人的妹妹一家 也在事故中不幸罹难 来这边悼念的人不仅是周围的居民 还有很多人从全美各地赶来 迫切地想要知道亲友的消息 这's my best friend in the universe Estelle Hadaya she's apartment 604 and apartment 604 is her living room a kitchen they're still standing they were still standing but her bedroom had fallen so she was close so close to surviving bu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she's in the rubble and we have no word 52岁的马库斯和他42岁的妻子安娜 以及他们10岁的女儿露西亚 4岁的女儿艾玛 一家四口在事故中丧生 他们生前常去的教堂 圣约瑟夫天主教堂 于7月6号为他们举行了葬礼 这是公寓楼坍塌后 首个为罹难者举行的葬礼 葬礼进行时 热带风暴爱尔沙刚刚登陆佛罗里达州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冒雨前来参加葬礼 应家人的要求 两个孩子被一起安放在一个白色棺材里 三个棺材被安放在教堂前端 罹难者的亲友向一家人做了最后的道别 搜救工作进行到第14天 发生了重大转折 当局宣布结束对幸存者的搜救 接下来的任务转为寻找遗孩 而早前当局一再承诺 绝不会考虑放弃搜救幸存者 今天是关于通常参加的准备 所以我们可以帮助障礼 就在家人们痛苦的伤害 和等待在大谐 无法做什么都可以帮助 我们可以帮助那些我们失去 但我们可以和我们会做 所有的能力 可以尽量所有的被疾病 和给障礼在家人们 在这时期的不想象徹能 你曾经说 the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 will be until the last victim is found right so what's the change all right so let me make some corrections the search and rescue was specifically for live victims to be found and today you know we just you know after all the facts all the uh you know factors we've decided you know based on everything that's been given to us that there are no live victims so what we've done now is transfer to a search and recovery and the search and recovery is now shifted to finding every victim in that pile so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arch and rescue and the search and recovery since then it's a recovery mission right now are you going to speed up do you have a more specific estimated time frame for the recovery we don't have an exact specific time frame yet you know we are expecting the progress to to move at a faster pace with our recovery efforts but there's also a search component as well so there is certain aspects as we're going through so i mean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an exact time frame date wise you know how long in the 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do not fall down this is not a third world country with that phenomenon is common it's a first world country and something very very wrong was going on at that building we need to find out 据美丽社披露在公寓坍塌几周前公寓的管理委員会曾于4月9号致信業主 稱工程公司在2018年检查中发现的混凝土结构问题明显恶化 需要花费至少1550万美元的工程费用分攤到每户为8万到30多万美元不等 但部分业主不愿支付高昂的维修费用在公寓坍塌前相关的工程 投标正在进行中目前尚不能确定信中所指的结构问题是否为公寓坍塌的原因 当局已公寓华盛顿特区资深结构工程师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 在公寓坍塌后当局宣布对附近同一个开发商开发的另外两栋公寓楼 进行紧急检查其中北楼与坦塌公寓同年建造 东楼稍晚建于1994年 东楼建立了不一样的东楼 它有同一个建筑 同一个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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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能不可能有同一个职员 但我们不知道 它可能有同一个研究的职员 但我也不知道 当局目前并未疏散这两栋公寓的住户 部分住户选择离开 部分选择留下 我们有40年预计的预计 我认为它应该是20年 然后每10年之后 我认为它应该是40年 尤其是在海岸上 因为有很多塑溜溜溜 雨漫 雨漫被砍掉我们建筑 相信有很多塑溜溜溜 在我们建筑 当局已对公寓楼坍塌展开刑事和民事调查 至少已有6起相关诉讼 迈阿密戴德县检察官已承诺将此事提交大陪审团 大陪审团将收集证据并听取证词 可能提出刑事指控或必要的改革建议 当局预计 事故原因调查以及追责事宜 很可能将持续几年时间 Miric has a follow up on the investigation Is there a timeline for the investigation? No, there is no timeline Just as rapidly as possible and as thoroughly as possible 自事故发生后 迈阿密戴德县审查了大约40座建筑物 只有一座建筑物存在结构缺陷 因此需要采取一些额外措施 北迈阿密海滩疏散了一座建筑物 一位参与诉讼的律师表示 此次事故引发了人们对基础设施问题的普遍担忧 以及对所设机构负责人的信任危机 在搜救现场附近的媒体中心 每天会不定时地举办大概两到三场记者会 由于一线 搜救人员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的采访 所以这也是媒体可以集中获得信息的时间 搜救工作进行到第16天 罹难人数已增加到86人 没有任何幸存者的迹象 然而一只黑猫作为唯一幸存者 受到当局热烈盛赞 高调宣扬奇迹的发生 将其视为这场重大悲剧下的希望之光 美国各大媒体跟风报道 然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许多网友对政府和媒体对幸存猫的大肆渲染 表示不解和愤怒 有网友嘲讽称 一个人都没救出来 只救出一只猫 你们可干得真棒 这么多人失去了生命 谁还有心思去关心一只猫 当地各类慈善组织 已筹集上百万美元 为受事故影响的家庭提供支持 公寓管理委员会的一名律师 告诉法官 公寓楼的保险总额为4800万美元 公寓的土地估价为3000万至5000万美元 当局表示正在与保险公司 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合作 以简化索赔 并帮助那些失去家园和财产的人 但相关行动也没有明确时间线 我带着很多的疑问来到事故现场 非但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 反而有了更多的疑问 在媒体关注度下去之后 后续行动的节奏是否会有所改变 交集等待的家属又何去何从 围绕整个事故的未知 仍远远多于已知 周知 Mario 所以这里有友 到有被农兽了 然后我们有一个社会的部队 然后有在人陪众业 他们被被冠冤冲了 他们被冶荡分离 and then i had to change it. because we knew that we didn't have too much hope so i changed to uh, uh I guess celestial elements where the victim's can grab on. as we go along then then there was a lady that was rescued with a child and they had to cut one of her legs to get it out and I have it I have it uh halfway so i'm gonna i'm gonna depict that what it happened. 都可以进去 最终的 我一直在 我们继续 一格 那也有 基点 现在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这边 我执意了 但我系续 作为 继续 所以 然后 当 令人 这个 囧 上 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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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i? Yes. Yes was it? Okay, 13. All right, so and then once again you know this is the time that it was then then what but the winner was there no more and and hopefully you know this these people rest in pea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